92岁的阿嬤拿着画笔 一开始只是水手涂鸦 把色块填满 大笔拿着就开始 慢慢涂起来了 涂起来了 手开始动起来 动起来我们就有希望 随便画了几个圈圈 就连结几个圈圈之后 就跟她讲 那你可以把它擦颜色 擦颜色 水手画越画越有趣 还画出几何图案 不过阿嬤其实有失意证 常常忘东忘西 但在这很快乐 很欢迎 从坏话找到自我的 还有80岁的夏文湘 画出鸟儿在枝头上 临风固盼 夏文湘退休后 一度失去重心 在我的生气方面 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有来 有一些小病 现在经过画画以后 我在思想当中 就是很少风散 除了当然是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以外 就更重要的是 在这里有一颗快乐的心情 活到老学到老 他们用色彩填满画布 更丰富自己的人生 大爱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在这边 我 不过 你说 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